我现在被通缉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 欢迎再次回到 马桶人丧失宇宙系列 好久都没解说丧失宇宙了 就在前天 MonsterUp更新了 马桶人丧失宇宙第十集 没想到我竟然被通缉了 嗯 还有阿黄哥 我们的海报都出现在了树上 不知道抓到我们的悬赏金会有多少呢 应该会有多少 那不是一块钱吧 不过今天先不看第十集 我们先来看看迟到已久的丧失宇宙第三季 第三季包含了第七 第八和第九季 还有三个新增镜头 今天我们就来解析所有的内容 开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也顺便follow一下我的instagram 那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 视频开始 是紧接着上一季第六集 被感染的丧失博士 看着眼前的Gman 两大巨人准备来场十世级的大战 目前Gman是少数还没有被感染的马桶人之一 所以在上一集射角主角遇到危险时 他也及时赶过来救场 Gman先对博士发射了一发核心炮 博士的脑袋瞬间被分成了两半 但是这一个丧失太强了被爆头竟然也不会死 随后断成两半的大脑就自动合上了 这时注意看博士的身后 有一团黑色的烟雾飞过 黑色烟雾要不是SCP-049 那就是扁头杀神秘人 博士的脑袋合上后 就发射了音波 震退了Gman Gman一个重心不稳跌倒了 博士想趁这个机会把Gman也变成丧尸 还好Gman在最后一刻 把博士给撞飞了 博士对Gman发射激光 Gman躲开后 不断的对博士进行连环设计 晕倒的宇航马桶人这时却爬了起来 他抓起地上的飞船残骸丢下了Gman 残骸击中了Gman的推进器 Gman就这样失控了 再次跌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Gman已经无力再爬起来 他突然对视角主角说了什么 然后主角就把X-8丢进了Gman的核心里 Gman的双眼泛起了白光 一阵强大的气浪把博士针退后 Gman的身体也在此刻发生了变化 身体的左边长出了一个机械手臂 右边则长出了一个加特领枪和两把大炮 还有脸部的保护装甲 这一幕真的是摔到爆炸 宇航马桶人冲了过来 直接被Gman按在地上摩擦 博士再次使用音波攻击Gman Gman发射大炮把博士的音箱炸毁后 身后的发动机在这个时候开始蓄力 然后Gman就用300倍音速不断的攻击博士 非常轻松的就把博士给击倒了 博士知道自己不是Gman的对手 就瞬移逃跑了 Gman的核心这时也亮起了红灯 看来X-18的使用时间已经到点了 不得不说 这个X-18真的是非常强大的武器 除了能够改变武器的输出模式 还能暂时强化第三方使用者 让他的能力得到巨大的提升 唯一的缺点是 使用时间太短了 射角主角拿起了X-18 正当他要处决掉宇航马桶人时 光头马桶人挡在了他的前面 告诉他说 先别杀宇航马桶人 不如先把他带回基地 可能还有复原的机会 毕竟在这个丧失横行的宇宙 最缺少的就是强大的战力 要是宇航马桶人能够复原 无论是对联盟还是对马桶阵营 都有很大的帮助 G-Man抓起了宇航马桶 把他带回了基地 刚才的监控人跪在了地上 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但是他还是对视角主角比赞 随后视角主角拿起了平板 里面也出现了彩蛋 都是各大YouTuber 对丧失宇宙视频的reaction videos 不过第三季合集的画面 相对于第七集有一些更改 除了屏幕上的YouTuber不一样 字幕也变了 第七集写的是 Surveillance is underway 监视正在进行中 第三季合集则变成了 We are watching all of you 我们正在观察你们所有人 更改前和更改后的含义 基本上都是一样 我们这些YouTuber 都被作者MonsterArc观察着 就像我也被作者通缉了 视角主角滑动了屏幕 出现了SOS的字样 SOS也就是求救信号 大地在这个时候突然震动 然后无数个丧失的手 就从地里伸了出来 第六集结束 现在来看第一个新增画面 这个镜头带我们回到了第二集 电锯马桶人要攻击视角主角的那一个片段 早前的影片我猜测 能量盾和炸弹都是扁头杀神秘人弄的 这一集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是看来99%就是它 神秘人在房顶注视着一切 然后就瞬移离开 他来到了一片类似沙漠的地方 这里我们能更清晰的看到他的样子 不过他还是背对着镜头的 从外观来看 他就像一个普通的战士 拿着一把外观比较奇特的斧头 但是他接下来展现的能力 又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斧头的中间有一个屏幕 只见屏幕出现了一段字 Multiverse 77 EM9 Mr. Clockman 接着他使用斧头划开了一个时空裂缝 然后 甚至时中人就从裂缝里走了出来 结束了第一个新增镜头 目前来看 扁头杀神秘人 可能是丧尸宇宙里最强大的角色了 因为他能够随意的打开时空传送门 也就代表他有能力在不同的多元宇宙里穿梭 斧头的屏幕里出现了77 EM9 应该就是时中宇宙 在马桶人多元宇宙里的片马 不清楚神秘人把时中人 带来这个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但如今时中宇宙和丧尸宇宙已经连接 不排除接下来 会看到更多时中宇宙的角色 出现在丧尸宇宙里 来到了第八集 视角主角看着眼前的地面 冒出了一堆丧尸的手臂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双手从后面抱住了他 把他拉进了一个屏障里面 屏障外面有无数个丧尸 已经领便当的电锯马桶人 也出现在了这里 看来不只是视角主角一个人 他的伙伴 光头马桶和另外一个监控人 也已经被人带到了屏障里面 而把他们带过来的 就是女电视人 所以说 视角主角是因为上一集 在平板点击了SOS的求救信号 女电视人 才能根据信号发送的位置 定位到他们的 屏障外的丧尸还不断的躁动着 不知道这些发出黄色光的电视屏幕是什么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 女电视人邀请视角主角往里面走 而这个地方 就是联盟和马桶人在丧尸宇宙里的乌托邦 也是两大阵营在末日里打造出的 没有丧尸病毒的城市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设计 看起来有种丧尸末日 加上赛博庞克的味道 光是城市的视觉感 我就要给作者加很多分了 还有 视角主角随着女电视人进入城市的这一段路上 还有超多的细节 我们一个一个来慢慢看 第一个就是楼梯口 那个像太阳的设计图案 其实是置信了十重宇宙里 电算人基地所使用的图案 接下来就是远处的这一块大荧幕 上面写着 The vaccine has not yet been found 就是说 上次病毒的解药还没有被找到 所以 要至于那些已经被感染的马桶人 还是联盟成员 可能还需要多一些时间 再来就是大荧幕的右边 可以见到一个巨大的马桶人 仔细看的话 他就是在主宇宙第69集出现过的Michael Jackson 所以 MJ也还未被感染 他才能和联盟的其他成员 和平地生活在这里 G-Man已经带着 宇航马桶人回到了基地 视角主角走到了城市的街道上 这里也有更多的彩蛋 首先 是一家餐厅门外今天的菜单 菜单上 都是一堆YouTuber的名字 不知道他们吃起来味道怎样 前方有个告示牌 告示牌上写着 Skipity Base 和Repair of Titans 也就是代表 右边是泰坦的修复区 右边的街道 有一个戴着黄色耳机的马桶人 这也是对应了曾经出现在 时钟宇宙第13集 戴着黄色耳机的直升机马桶人 还有一个9号男子马桶人 也出现在了这里 这个时候 可以听到MJ的叫声 因为他现在就在视角主角的上方 左边的告示牌 也出现了几个YouTuber 其中一个 就是大家熟悉的阿黄 黄哥 我们华人YouTuber 总算是被外国人注意到了呀 视角主角继续往前走 左边的墙上 有很多纸条 大多数的纸条都很模糊 根本看不清楚写了什么 除了这张 纸条上写着 Immunity Exist 也就是免疫力是存在的 你们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吗 这代表了丧尸宇宙里的某个角色 是可以免疫病毒的 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人物出现 不过 真的有这号人物的话 就代表 还会被感染的联盟成员和马桶人 可以利用他来研发病毒的解药了 前方一辆列车抵达了站台 列车上的号码是14号 目前丧尸宇宙只更新到第10集 14或许代表了接下来的第14集 将会有重大的事件会发生 尸角主角进入列车后 右边可以见到泰坦影响人 缓缓的站了起来 对应了刚才的高尺牌 泰坦修复区 泰坦影响人正在被修复 但奇怪的是 基地里没见到泰坦监控人和泰坦电视人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列车到站后 可以见到这里是联盟和马桶人的时间基地 一个大影响人 正把刚才局面送来的宇航马桶人 推进隔离室里 这个地方不只有一间隔离室 看来里面灌压着不少已经被感染的物种 尸角主角随着女电视人进入基地内部 然后他把X8交给女电视人 尸角主角进入了右手边的一个房间 里面有很多仪器 还有科技感十足的电脑 尸角主角把之前在博士基地里 拿到的Virus 19 USB随身碟 交给了一个电视人 电视人接过USB后 就把USB插入了电脑主机 一番操作后 电视人想要打开USB里面的文件夹时 里面竟然是空的 然后病毒就入侵了整个系统 现在病毒正在收集基地里的所有资料 没过多久 屏幕就显示基地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我不明白的是 这个城市的屏障外 一直以来都被成千上完的丧尸包围着 所以说 敌人应该一直以来都知道基地的位置 只不过 丧尸还无法突破屏障而已 但是这里又说基地的位置被发现了 难道说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基地吗 红色警报响起 和尸角主角在一起的监控人 此刻也开始了变异 这个监控人在第六集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不对劲 可以见到 他和尸角主角比赛之后 左手就不停的颤抖 在第七集也是一样 整个人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 也没人知道 但奇怪的是 他被感染后 竟然还那么久都不会变异 直到现在才变成了丧尸 变异后 他扑向了刚才的电视人 尸角主角赶快跑了出去 走廊的镜头 一个监控人还在看着平板 结果马上临了便当 隔离室的门一间一间的打开 丧尸也一个接一个扑了过来 尸角主角拿起死去监控人的喷射背包 飞到了一栋建筑的上方 可以见到 成群的丧尸 已经爬上了泰坦印象人的身体 泰坦印象人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丧尸群 他也束手无策 解决完身上的丧尸群后 泰坦印象人也感觉自己被感染了 他告诉尸角主角别靠近 然后 两支粒子炮对准了自己的头 泰坦印象人想趁自己还有一丝理智的时候 解决掉自己 以免自己变成丧尸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过 泰坦印象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挂了呢 在第九集开始前 先来看第二个新增镜头吧 新增镜头里 变异后的监控人扑向电视人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突然停止了攻击 电视人缓缓的站了起来 他拍了拍身上了灰尘 然后 对着监控人说 滚开 随后 他就瞬移离开了 电视人顺移到了SCP-049的所在位置 他的身边 还有很多已经变异的丧尸监控人 两个丧尸监控人又想要吃晚餐 但是 049吹起了一身扫子 所有的丧尸就害怕的低下了头 049转过头 对电视人打了声招呼 他的身后还能见到手术用的仪器 不清楚 文艺医生是不是在对某个人进行手术 他走到了电视人面前 对电视人说了一句话 他问电视人 你生病了吗 然后 把手指向了他的电视屏幕 电视人的屏幕 瞬间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杂讯 电视上方 还有被感染后才会出现的红色条纹 049问电视人 你生病了吗 或许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电视人 还未感染病毒 这样对049来说 就是生病了 所以 049也让电视人被感染了 随后 镜头慢慢的拉远 上一季的新增镜头 被049拉走的电钻人 倒在了这里 049把电钻人带来这里 很大可能是要对他进行改造 身后的手术台 或许就是要对他使用的 但 这个新增镜头的亮点 并不是电钻人 而是电视人 很明显的 这个电视人 是个内鬼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被049安插在这座城市里的 直到视角主角 把带有病毒的USB随身碟交给了他 他才利用病毒 感染了整座城市 这个电视人 应该就是049的左右手 所以 049感染电视人的时候 也没有让他变成像丧尸监控人那样 没有智慧的丧尸 毕竟 电视人接下来 还要帮049做事 保留智慧 当然也相当的重要 来到了第九集 泰坦影响人 还没来得及了结自己 左手 就已经变异了 在右手发射粒子炮的同时 变异的左手 抓住了右手 不让他发射 就这样 泰坦影响人在一身怒吼中 丧失了理智 变成了一只泰坦丧尸 泰坦影响人 看着眼前的视角主角 发出了怒吼 就在视角主角 快要被抓住的时候 一时机械巨手出现 G-Man 再次拯救了视角主角 可以见到 G-Man已经被升级过 他的背上写着 X-18 代表现在他的身上 已经充满了X-18的武器技术 上一集 视角主角把X-18 交给女电视人 应该就是为了利用X-18的技术 来为G-Man升级 不得不说 G-Man这次的升级 真的是帅到爆炸 视角主角拿起平板 里面显示了杂讯 然后出现了一行字 是女电视人发来的消息 不要杀掉泰坦影响人 让他不能动弹就行了 不过 屏幕里的杂讯 似乎也出现了一张脸 仔细看的话 他就是SCP-049所戴的面具 这也表示了 049正在偷听他们的对话 要不然 就是049骇入了系统 仿冒的女电视人 发送了这一段假消息 视角主角 让G-Man看了平板上的内容 G-Man点头表示明白 平板上还有两个彩蛋 他们也都是YouTuber 说回平板后 屏幕再次出现了微弱的杂讯 所以我刚才说 049骇入系统的可能性 应该比较大 随后 G-Man就和泰坦印象人 来了场泰坦级别的战斗 有了X-8的加持 G-Man更战上风 他也和泰坦印象人 来了场拳击赛 G-Man殴打泰坦印象人时 拳拳到肉 泰坦印象人根本无力还击 泰坦印象人渐进战不行 他就发射了两发导弹 没想到 G-Man徒手接住了导弹 再把他们给捏爆了 G-Man冲上前 把泰坦印象人打飞 就在他准备制服泰坦印象人的时候 泰坦印象人发射了核心炮 G-Man被核心炮打中 眼上烧得通红 但最糟糕的是 核心炮打中了城市的保护屏障 屏障也在这个时候慢慢的瓦解 想说的是 这个屏障还真的有点弱 才被打到一下屏障就破了 看来以后应该要多多和瓦堪打学习 失去了屏障的保护 上万只的丧尸也在此刻涌入了城市 射角主角看傻了眼 他突然发现 一只丧尸正在朝光头马桶人跑去 他也一脚飞踢过去救下了光头马桶人 注意看墙上的海报 有着失重宇宙恶魔泰坦的图像 还写着 警告 那个背叛者 不清楚这里说的背叛者 是表示了恶魔泰坦在失重宇宙里的背叛行为 还是作者预示了恶魔泰坦 接下来也会出现在丧尸宇宙 而他也会是个背叛者 随后 世间主角拿起了他身后的喷射背包 用推进器的火焰 把一个丧尸给BBQ了 他拿着喷射背包的时候 可以见到上面贴着一张纸条 如果你在对的那零点一针暂停的话 就可以很清楚的见到上面写的字 首先是这个chatterbox chatterbox也是代表一个非常啰嗦 一直不停说废话的人 然后下面还真的是一堆废话 不过到了第四点 作者说 如果你读到了这里 接下来我就给你一些提示 接下来的第五点非常的重要 他说 这个病毒是一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它能够控制一个被咬伤的人物 同时候 他还能够选择 什么时候该让一个被咬伤的人 变成丧尸 我的天啊 丧尸宇宙里的丧尸病毒 还真的是人工智能 这也是为什么博士 能够使用USB 把病毒下载到监控人的身上 还有 大家还记得 那个跟在视角主角身边好一段时间 才变成丧尸的监控人吗 这里的第二句话 也给出了答案 人工智能 能够选择什么时候 该让一个被咬伤的人 变成丧尸 也就是说 他变成丧尸 已经是049预谋好的 在电视人输入病毒的期间 让他变成丧尸 虽然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现在至少揭露了丧尸病毒更多有用的信息 飞船来到了城市 视角主角和光头马桶人朝着飞船的方向跑去 视角主角听见了一阵声音 他往左边看去 只见SP049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告示牌上还有两个Youtuber的名字 其中一个是Mobi 上面有一段很小的字迹 写着他有四只手 他也在观看这一部视频 这说的就是Mobi 因为他的头像就是有四只手 049瞬移离开后 一个丧尸也朝视角主角跑了过来 视角主角亮亮呛呛的跑上了飞船 里面有女电视人 大监控人 三个监控人 带着黄色耳机的马桶人 还有一个长着一场亚洲人面孔的马桶人 不知道光头马桶人去了哪里 视角主角再次往向了门外 飞船的舱门上方也有一行字 写着 Aircraft Repair 飞机维修 下面的行字 则是另外一个Youtuber 视角主角 望向了地面上的文艺一声 大批的丧尸 已经入侵了这个漂亮的城市 第九集结束 最后来看第三个新增镜头 三个告示牌树立在石头中央 第一个写着 Magnetic Mine 磁铁矿场 然后就是Warning 警告 Without Metal Accessories 不可携带铁制品 随后 画面切换到了另外一个视角 泰坦监控人和泰坦电视人被锁在了矿场里 他们的四周还有巨型磁铁 吸附着他们的武器 泰坦电视人已经无法动弹 对一个全身都是钢铁制作的泰坦而言 磁铁绝对是个强大的克星 泰坦监控人也是一样 他微微的抬起了头 全身却没有一丝力气 不清楚是谁把两个泰坦困在这里 有可能是SP049 也有可能是还未出场的角色 矿场的入口放了那么大的高尸牌 无疑是要警告其他人 不可以携带任何铁制品入内 这些警告应该都是针对联盟的成员写的 因为他们身上都是机械零件 而多数的机械零件都是钢铁组成的 当然也不排除是马桶人身上的铁制装备 感觉上这也不太像是049的作风 毕竟他如果要控制泰坦的话 直接把他们变成丧尸就可以了 何必大费周章的把两个泰坦锁在这里 而且这只脚也不像SCP049的 有可能他真的是我们还没见过的角色 所以把泰坦锁在这里的人肯定是有什么目的 这期视频我也不做过多的猜测 就等待接下来剧情的发展吧 要是你们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我的视频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